采可夫斯基是一位出生于1840年的 俄罗斯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音乐作曲家 他的音乐以旋律动听 和声强烈 色彩丰富而闻名 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芭蕾舞剧天鹅湖 胡桃钱 睡美人 交响曲和序曲 他在1891年指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开幕音乐会 这是他在美国的唯一一次公开演出 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赞扬 但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患有严重的舞台恐惧症 他经常用一只手指挥 另一只手拖住下巴 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头会掉下来 他讨厌指挥 并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后 发誓永远不再指挥 他是撒谎压力三大三世的忠实粉丝 撒谎赏识了他圣弗拉基米尔宣章 四等和终身养老金 并经常出席他的歌剧和芭蕾舞剧的演出 撒谎还送给他一枚昂贵的戒指 他也是人生活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他是一位同性恋者 但他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 因为当时的社会不接受同性恋 他曾经与一位名叫安东娜 米利尔科娃的女士结婚 但这段婚姻很快就破裂了 并对他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他与一位名叫纳杰日达 冯文梅克的富有的女贵族 保持了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 他是他的赞助人 也是他的自由 他们从未见过面 也没有打算见面 但他们的信件充满了亲密和感激的情感 他的音乐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和风格的影响 他曾经旅行过欧洲 中东和美国 并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不同的民族元素 他也受到了莫扎特 贝多芬 苏伯特和苏曼等作曲家的启发 他的音乐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誉 有些批评家认为他的音乐过于感性和华丽 缺乏深度和纪律 他的一些作品 如第六交响曲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续曲 在首演时并不受欢迎 但后来却成为了古典音乐的经典 他的死因至今能然是一个谜 有些人认为他是死于祸乱 因为他在1893年喝了一杯未足废的水 有些人认为他是自杀 因为他受到了一个由他的同学组成的法庭的威胁 要求他离开俄罗斯 以免他的同性面丑闻曝光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任何一种说法 但他的死对他的粉丝和后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的音乐在他死后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欣赏 他被视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 他的音乐影响了许多后来的作曲家 如德·布希、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 他的音乐仍然在世界各地广泛演出 尤其是在节日和庆典中 过今成为无虐队人的员向 Walter·布希、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 pref